這邊放上我們的傑哥 之後開啟鬼滅之刃 有沒有 哇 兩刀劈死他 而且他爆炸之後呢 完全不痛 5043的血 來你給我打 對你給我PK 來 直撕我 對 哇超強的 開了技能之後攻擊變1753 各位練長丸啦好不好 練長丸啦 長丸真的很強啊 真的 哇 薩克推薦的四星沒有弱的啊 真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事部 沃倫姆德作為一項系列影片 影片開來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 PC遊戲還有PVP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你的副頻道 對了 就是國際服務如果有全新的活動的話 我都會先搶先登場在副頻道裡面 歡迎各位多多去參考和分享喔 好OK 那如果你照著之前薩克的作業下影片 把所有的10顆印章全部都解完的話 你就可以來到輪陷區了 也就是所謂的隱藏關喔 那這次的活動呢 隱藏關就幾乎等於 就是高難度的關卡 也就是突襲模式 隱藏關又有分成 遭遇作戰跟普通作戰 那遭遇作戰的話就是你只能使用固定的隊伍 那沒關係 這個薩克一樣會拍攻略給大家 所以今天呢 就來通關TW-SE三座巨像的普通模式吧 相信我普通模式其實就有點困難了 但是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非常的好玩 這留生機的這個設計真的很棒喔 所以大家多試幾次吧 真的多試幾次 如果你真的答不贏的話 那就來看薩克的影片吧 OK 那我們關卡講解的部分到這邊喔 那跟各位講一下這關的石頭人的血握 通常都會有 所以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的思路正確的話 這關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吧 好 以上呢 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有幾個關鍵的幹員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呢 帶上醫療 帶上那個什麼 淨衛小車 說錯了不是醫療小車 是淨衛小車 淨衛小車是來幹什麼用的呢 來幫你搶點用的 比快速庫還要好用 為什麼因為它不佔人口數 所以等於多了一個安全的可以幫你搶牛身機的人選喔 這個淨衛小車非常有用喔 不用練 沒有關係 就是帶那個淨衛小車就對了 超級好用 再來呢 帶兩隻群補 那我是帶條香絲跟白咕咕 哇這好像是薩克第一次的作為項影片出現白咕咕 對 帶白咕咕 那如果你有夜鷹的話 恭喜你啊 夜鷹也很強啊 夜鷹也可以來搶牛身機啊 OK 那就是帶夜鷹或是調香絲 反正就帶兩隻群來就對了 然後這一關呢 法師雖然用不太到 但是我覺得還是多補一下 就是當作是補位用途 緊急的時候可以用 緊急的時候可以用 但是沒有很必要 這關比較必要的是兩隻單體狙擊 那建議帶上就是你最厲害的單體狙擊啦 那我是帶能天使跟傑西卡 剛好就是兩隻說了 最厲害的單體狙擊 沒辦法 因為五星的單體狙擊我都沒有練 好 那最後面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 神奇的幹員呢 就是我們的長丸 長丸在這關超級強 非常非常非常強 他把血污當成兔仔的仔 沒什麼 因為血污是魔法傷害 然後長丸呢 五千多的血量 給你砍 給你砍完全不痛 然後帶長丸的二號技能 防禦雖然這樣是零 但是因為血污是魔法傷害 所以完完全全沒有用 對不影響 攻擊力加105% 直接把血污給劈死了 就很鬼滅之刃 跟真的就是鬼滅之刃好不好 超級強的 不幸大概直接實戰給大家看 OK就是隊伍解析的部分到這邊 接下來直接進到我們實戰操作的部分 OK 哇 這關其實真的蠻好玩的 我試了幾次 雖然前面有稍微 其實我在國際比方打過了 但是稍微有點忘記的失誤 但是我後來摸了一下 又熟了 又熟了 又開始熟 好這關有個重點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留生機千萬不可以被搶 對這關的重點是留生機千萬不可以被搶 開場我們先部署我們的 桃子姐 之後按下搶飛技能 之後部署我們的封敵 放在這個地方 對就是正常開局正好 之後部署復封喔 放在這個位置 之後呢 這邊請你補上一隻群補 對補上一隻群補 因為接下來這邊會出現敵人 會出現敵人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下拉虎蘭德 對拉虎蘭德 我們要下我們的拉狗 對把拉狗放在這個位置 讓他可以打上面的法師 好這邊上面會出現敵人喔 這時候我們在開啟討金螃技能 之後下我們的門天 對把門天子放下來 好之後呢放下你的敬衛小車 敬衛小車就是負責搶這邊的留生機用的 很好用 真的非常好用 真的非常好用 好部署白姑姑 這就是為什麼群補好用原因 因為群補呢可以補到最多的人喔 同意同理這邊也是 好接下來呢 我們還是需要一點點費用的 但是基本上呢 我們的防禦陣容就已經完成了 那封敵呢 這一場封敵是不開技能的 對就是 大家血霧出現的時候 千萬不要開封敵的技能 沒關係前面這些敵人的話 敵人覺得很討厭 你可以開技能清啦 你可以開技能清 OK那一樣 陶子姐不要斷 好陶子姐不要斷 好這個敵人是搶不贏我們流生 他是搶不贏流生機的喔 搶不到流生機的 對他只有一個人而已 好這邊呢 我們撤退掉陶子姐用不到囉 換上我們的賽媽 放在這個位置 之後呢 放上鬼滅之刃 把鬼滅之刃放在這邊喔 OK 好 接下來這個上面這個 尼眼小隊的這個成員 交給流生機去打 就可以了 不用理他 重點還是這邊啦 這邊的兩架流生機都一定要搶到 那這一關不可以掉任何一隻流生機 對不可以掉任何一隻流生機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部署兩個單體居的原因 為了要先搶先把這個術士給殺死喔 OK 那我們這邊放奶盾有個好處啊 奶盾可以自己補血 對沒有關係 這邊就多戳幾下 對把他戳死 對把他戳死 那上面這一隻不用擔心他 因為他會被能天使射成 對射的塞子啊 對他 好血污出現喔 那我們這邊呢 撤退掉風底 對用不到 撤退掉風底 用不到 那這邊不用擔心血污會被打死喔 那千萬不要讓血污死在這個位置喔 流生機被搶走的話 這關就會翻盤 就會翻車喔 這邊放上我們的 傑哥 之後開啟鬼滅之刃 哇 兩刀劈死他 而且他爆炸之後呢 完全不痛 5043的血 來 你給我打 你給我PK 來 指示我 對 哇 超強的 開了技能之後攻擊力1753 各位練殘還啦 好不好練殘還啦 殘還真的很強啊 真的 哇 薩克推薦的四星沒有弱的 真的 OK 那這邊我們稍微加快一下速度 基本上就不用擔心了 反正重點記住一件事情 不要讓流生機被搶走 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讓流生機被搶走 那就沒有問題了 OK 那我們 稍微 對我們基本上我們正 正門已經穩了 對已經穩定 那小羊到底帶來幹什麼 就是小羊 就像我們說的是帶來緊急補位用 但是 傑哥的話 還可以啦 就可以啦 隨便啦 反正這邊 如果要補位的話 就放個範圍劑 好一樣 繼續開始鬼滅之刃 切死他 完全不痛 有沒有 過來的小兵 一刀一隻 對一刀一隻 像切小朋友一樣 像切豆腐一樣 跟神一樣 各位 練長丸啊 長丸超強啊 練長丸啊 真的 薩克沒在跟各位唬爛啊 真的很強啊 哇 OK 那我們 有沒有看到 石頭人 這就是為什麼流生機不能被搶喔 因為呢 一旦流生機被搶石頭人就打不死了 OK這邊開啟結歌 開啟結歌 之後呢 開啟鬼滅之刃 對 鬼滅之刃 難挑 來啊 你看哇 血污打 紅色血污打 長丸也不痛 跟神一樣 哇 好猛喔 有沒有 這是 史上最佳的長丸推根片啊 超強的 各位 變長丸吧 好那這邊的石頭人不用理他 對不用理他 那這邊曬媽多讓他哀犬也沒有關係 其實剛剛結歌不應該開的 不過沒有關係 結歌應該在這個時候開 隨便啦 人要過了 人要過了 OK 開始結歌 白骨骨好像到現在都沒有開過 哇 聽說 可是這個腦肥他也聽說很強 開一下好了 開 背台 插 擦 擴大 擴大一格 沒事 OK 各位有沒有 穩 有沒有穩 有沒有穩 超強的 好不好 各位 好啦 以上就是TW-SD 三座巨像的座位相機的影片 希望幫助到大家 煉鬼滅之刃 殘腕 好不好 殘腕超強 各位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